萝卜大白菜出苗后该怎么管理 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小伙伴 你们种的萝卜和大白菜应该都已经出苗了 那因为某些原因还没有播种的东北地区的小伙伴 你们现在想要种植这个大白菜的话 建议你们是直接去买苗移栽 那对于这个种萝卜和大白菜来说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播种 就千万不要延误了这个播种的时间 那就是说你不管是当地连续下雨啊 还是连续的高温 你到了时间你就必须要去播种 那以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为例的话 一般是在这个除暑节气去种植大白菜 那今年这个温度也确实比较高 大家可以在除暑后就是往后推迟几天 也就是22号之后啊 适当的推迟几天去播种是没事的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温度高就想着 你再推迟等到个9月份了 甚至9月中旬9月下旬再去播种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为什么说就算是温度高 也不能种的太晚 因为这个秋天种植和春天种植它不一样的 秋天它时间是比较紧迫的 天气它和那个温度啊 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 虽然说现在这个温度是很高 但到了季节到了时间 它温度该降低还是会降低 它不会说因为现在这个温度高 它降温就往后推迟了 就晚一段时间再降温 所以呢就特别是种大白菜 你不要想着说现在温度高 你就晚一点再种 你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播种季节 适时的去播种 今年呢因为各地的温度啊 普遍都比较高 所以不管种胡萝卜 萝卜还是大白菜 出苗后呢都很容易出现高脚苗 根系不发育 甚至是出苗困难等等各种问题啊 所以呢如果说你播种的蔬菜出苗了 那真的是很不错了 接下来呢要做的就是出苗后的一些管理 大家呢就可以参考一下啊 我的一些建议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不管是种植萝卜 还是大白菜 播种的时候种子肯定要先多撒一点 出苗后呢为了避免说羊苗拥挤 就可以及时的去建苗 第一次建苗呢你可以一续保留个 保留个四五颗羊苗 然后就是要防止那个跳甲 一旦发现了就及时的打药防止 防止跳甲的话可以用那个底柏虫 高效滤青举止等等一些杀虫剂 如果说不及时防止的话 羊苗它就很难长好 当然如果说大家不想那个打药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就用这个防虫网来盖一下 第二个就从出苗到地苗这段时间 重点工作就是促根 因为不管是什么作物 只有根系发达了 它才能够长得好 长得更茂盛 如果说根系很弱 想让它长好是很难的 特别像大白菜和萝卜 就是有时候羊苗看着很好啊 但是一到中午了 它叶片就发粘了 搭朗着 早晚呢 它又恢复过来了 这个就是根系问题 因为它的根系只有一根主根 没有那个毛细根 这样它的根系就没有很 没有很好的能力去吸收水分和养分 所以你地苗前促根是重点 促根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地苗之前 只要土壤不是特别的干旱 你就不要过多的去浇水 让土壤稍微的干一点 触发它毛细根的生长 如果说遇到那种连续的雨天 阴雨天 那你可以用一些功能性的生根剂来 例如像那个海藻精啊 矿源黄斧酸甲等等来促进它生根 另外不管是种萝卜还是大白菜 记住三个时期啊 第一个就是从初苗到地苗 这一段时间的重点就是粗根 你要少浇水少施肥 第二个就是地苗后到萝卜的肉质根 捧大气前和白菜包心前 这段时间就是以生长这个叶片为主的 适量的追适这个蛋肥 然后适时的浇水 第三个就是到了萝卜肉质根 捧大气和白菜的包心期 这段时间主要就是为了增产嘛 那要用甲肥搭配这个蛋肥来追适 就例如我一直说的 我们家的那款高蛋高甲的复合费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这个萝卜还有大白菜出苗后怎么管理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爱中菜的小伙伴 每一天都可以笑口敞开 拜拜